两名男子在KTV大厅动手殴打经理 一旁的女服务生要劝驾 还被男子持椅子狠K 男子一挥拳 服务生被打倒在地 涉嫌打人的范姓和李姓男子 因为不满KTV结账金额 高出他们的预期 竟然动手殴打酒店经理之后离去 服务生开车追了出去 双方互殴 李姓男子还亮出改造手枪 朝服务生的车子开枪示警 警方获报 逮捕范姓和李姓男子 但是他们对于枪汁的去向 却坚持不说 和警方磨了十几个小时 最后终于说出 开枪之后就把枪汁丢到溪流里 消防潜水人员在溪底 徐后座腕用的改造手枪 里头还有三颗子弹 只因为不满KTV收费金额太高 嫌犯打人又开枪 幸好开枪时没有伤到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得洪先民南投报导